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二年多了1.5倍 医生说很多病患觉得病症让他们觉得尴尬 不好意思求医 但是医生劝告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病从浅中医 如果发现自己有病症的话 一定要及时求医 我老师说这个膀胱过动症 科学这么多年了 研究这么多年 要抓它的底 它的原因 现在研究方面还不能完全确定是什么原因 可是我们知道有几种因素 它符合在一起 就会导致一个人有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是因为他们排尿喜欢真的不健康 一直憋尿 我本身看很多病人是他们驾车回事业的病人 好像德士司机送货 他们没办法找厕所 所以一直憋尿 如果你不按时排尿 膀胱的压力越来越高 它就会有个开始不稳定 会错乱 膀胱过动症病患 轻微的可能每两个钟头就得排尿 严重的话 每15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 这种病情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会带来很多不便和困扰 一星期两星期 一年两年这样算下去 很多这些病人真的是有心理病人 他们找心理医生 甚至不敢旅游 不敢出门 个人的那个平衡 还有个人的那个信心 全部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病患平均年龄是60岁左右 而且以女性居多 医生说这可能跟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 女性荷尔蒙减少有关 不过女性碰到这种病情 一般都会尽快求医 但很多男性病患则会选择逃避 虽然这个病患影响女孩子比较多 好就是女士比较会照顾自己的身体 会早一点跟医生谈一谈他们的问题 男人就不一样 你知道男人真的是 就除非他的骨断 真的是不看医生 女孩子接受能力比较高 男人有尿失禁问题 真的很尴尬 他们很困扰 所以他们虽然尿失禁还是会拖 因为真的是不好意思 不想跟医生谈 邓树强是一名企业家 七年前开始经历膀胱过动症的症状 不过拖了一年才去看医生 我飞到并城拍访我的电子厂的客户 然后每个约会完毕以后 我就要找洗手间 所以过了一年 我的国外的朋友说可能有一个病情 要去看医生 做了很多试验 才确认我有患有这个膀胱过动症 起初的时候他配药给我吃 那么那个病情就稳定下来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因为每两个月我要到中国跟印度 去拜访我的电子厂的客户 然后我就背了一个container 还有一个纸尿片 那么我去国外的时候 如果碰到一些问题 就马上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了解病情之后 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反而想鼓励更多病患 尽早求医 膀胱过动症有哪些治疗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完全恢复 膀胱正常的运作呢 膀胱过动症 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来调整 比如说 少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还有通过医生的指导 来训练自己排尿的频率 除此之外 病患也可以通过手术和药物 来控制病情 最近医生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式 就是在膀胱打肉毒杆菌 邓树强就是其中一个 接受这种新疗程的病患 我一直在吃药 起初药物有效果 可是到现在七年后 那个药物没有什么作用 还有这些药有一些副作用 第一是你会觉得快要睡觉 这样子 其他的两个药是弄到你的口很干 听说现在有一个Botox treatment 我就打算下个月不妨试一试 他可以把这个病情医好 医生表示 虽然注射能够帮助控制病症 但患者还是应该继续培养 健康的排尿习惯 我们会放内皈进旁观 进了旁观 我们就会在旁观里面 打可能20针还是25针 它可以六个月到九个月 甚至一年的效用 所以这些病人在这个时期 他们没有这些尿失禁的感觉 还是急尿一直去排尿的问题的话 他们就不需要服用药物 长期来讲 我们是希望从那个旁观训练 把它调回正常的旁观习惯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浏览8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芝英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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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 hardware上 以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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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